接近10年政府似乎将他的工作重点放在资助性房屋方面 私人住宅方面接近10年只有10万个 每年只有1万个 相对少的 所以我自己看楼价 私人留意的楼价应该是 欢迎大家收看私对话 老板很忙 都是用zoom的认识来跟我对话 我是看见他的样子 但是他看不到我的样子 就是跟深圳当时刚刚调转的 私老板欢迎你 你好 你好 老板 买不买得楼 私政报告都出来了 买不买得楼 那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的 如果你只是说 私政报告 传递了什么信息出来 那么一个如果纯粹只是看房地产市场 那么政府接下来有一个北部大都会的计划 那么牵涉的土地有整 300平方公里 那300平方公里是一个很大的面积了 整个香港都是1100平方公里 占了三分之一 那么现在香港已经发展的面积 都是25%左右 就是250多的平方公里 那差不多是多了一倍的面积出来的 那么多了这么多面积出来 因为未来的土地供应应该没有问题的 如果当它地积比率 城市各种类型的楼域的比重不改变的话 都多多成一倍有多个土地 那么应该将来香港人是可以住大一点 住得舒服一点 住得便宜一点 这个应该是政府的主要考虑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 应该是 那将来价钱是不是会跌呢 那么 那应该出现的情况 可能是楼价占日式的比例 应该是会下跌的 问题 名义楼价是不是都一起下跌呢 那就要看政府怎样调教了 如果纯粹说将 香港的名义楼价都下跌呢 其实在97年之后是试过的 效果就非常之惨烈的 普通人 因为香港也有一半人有物业的 那么楼价下跌 他们的资产就蒸发了 他们的消费意欲就会下降 他们的再投资能力都会下降 经济就会很差的了 所以如果政府是有智慧的呢 他的调教应该是 经济增长加快 人均收入加快 就是大家收入多了 但楼价呢 就不是同步上升 而是升慢一点 那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些人就容易买楼了 但价格呢 也都不是说出现很大的变动 这样就是最理想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说有一个就是变数 在可见的将来呢 楼宇面积 就是大家可以住的楼的面积 可能会增加 价钱相对收入呢 也都会降低的 那这个是政府如果做到的话呢 它是希望这样做的 嗯 但是这些情况都不会短期出现的 因为短期里面 都不是短期的了 十年 来近十年呢 政府似乎将他的工作重点呢 就放在那个资助性房屋方面 就是公屋啊 居屋啊 那边的供应呢 现在来近十年呢 有成三十七万个单位 那每年呢 都有成三万多个的 那但是私人住宅方面呢 相对少的 那所以靠每年一万个单位去扭转 现在私人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呢 其实是机会甚微的 你没有可能 供应都不增加 就令到楼价下跌的 那这个呢 就可以看到 就是政府主力都是会做公营的房屋方面的增加 私营楼宇的那个供求情况 暂时不会有大的改变 那这些刚才所说的呢 基本上都是就住房地产市场去说的而已 但是房地产的价格 看升的话 看跌呢 很关键就是看那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如果经济不发展 好像美国底特律 那曾经是一个很兴旺的城市 当时美国的汽车制造业 很多都在就是集中在底特律 那个General Motor 就是Kressner Fogg那些 都是在底特律 所以底特律呢 就 就是成为人口密集 就是非常兴旺的城市 但是自从美国汽车不够日本车压 不够德国车压 不够中国车压 那么底特律那个 已经不是一个汽车制造中心 很多工厂都搬了去其他地方 那些房子又没有人住 所以剩下来的都是一些质素不算很高的工人 那变了就楼价当然下跌了 那香港的情况呢 你看这次施政报告呢 其实政府是红心勃勃的 就是如果说那个北部大都会呢 那个规模 那里面有大过以前 就是在赤立国机场 所谓玫瑰园 计划 这里几个玫瑰园那么大的 那接下来又要搞基建 又要搞地产发展 另外这个新的大都会呢 是有机会令到香港的经济发展呢 不用执买 只是做金融 将来呢 就有两个城市中心的了 一个就是传统的 在维多利亚港周围的金融中心 一个呢就是联系 就是深圳 前海 一个创新科技中心 这样呢会令到香港的经济呢 就发展的空间增加 相对平衡的 那如果经济是有好的发展的话呢 这个就代表这个城市 将来又出路人口会增加 所以经济收入会增加 任何一个地方呢 就经济前景好呢 楼市就会因因向零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经济大环境向好 长远供应会增加 但是头十年呢 都未必会对私人市场太大影响 所以我自己看呢 楼价 那私人不留意的楼价呢 应该是先先在这个水平平衡 就是横行或者微升 直到经济好了之后呢 那楼价占市民收入的比例 就会下降 但是香港的楼价 与其他地方的楼价比呢 其实依然是可能给别人做得好的 因为香港的经济 很有机会发展得比其他城市更要快 就是我想那些朋友觉得 哎呀现在的楼价这么贵 如果是个楼价 就是将来比如五到十年之后 可能会松动的话 我们可能在这几年准备是沽楼 等它跌少少再买 反正都几十万个供应 这个是理想主义的想法 你以为你知道将来经济会怎样 楼价会怎样 你买任何东西 在市场经济下 将来都有一个滑渊性的 只不过哪种倾向多些 那除了你自己的想法 还要看社会上其他人的想法 明白 那我自己看香港的楼价 回报率这么低 回报率这么低 就是大家看好将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将来好的 就会在价格上反映出来 那那个楼价高 那你回报率就是租金除楼价 那楼价越高 所以现在就大部分人都看好将来 那我才一起说说看好将来 如果现在香港的回报率 不是只有两厘领 而是有五厘六厘 你去到有些地方 你甚至去英国 不是在伦敦 去到远一点的地方 都有五厘四五厘 明白 那些地方当然全景不好才去到四五厘 明白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买楼不是只看五年的 我觉得是你看得出政府 你说去计划再建 你说的是五年十年之后的东西 但问题是我们买楼 一买就买几二十年公楼 那如果是五年到十年之后 楼市的供应会这么多的话 即使你觉得我有需求的话 现在应该怎么想呢 是等多五年看好一点 还是在现在买 还是直接我租住 到时才算呢 大部分人才要自己的荷包里面有钱 才有得作计划的 如果你没钱 你作什么计划都是假的 有钱 我这样问也是有钱的 现在香港有相当多的人 都还有能力去计划将来 如果不是这么贵的价钱 一手本每年出来 怎么消化呢 那当然有人买 那所以先先是你现在 是不是有条件买的那批 至于你将来会怎么样 我想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来的 我就自己认为稳定一点 你就自己首期存得差不多的 不用左度右度的公楼公园可以维持 正常生活的你才买 那如果你是泰铃鸡 一定不买固定资产的了 因为买物业就套现了 难很多的 但是香港人过去那段时间 都是买物业赚钱的机会 多过其他的 所以现在市场上你不买 还是有其他人买 那每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了 你现在勇于无风险 你可能楼价升 就赚多些楼价跌 你就要近了它 你不买 如果楼价好像以前继续升 你就和买房那个越来越脱节 那每个人都要自己选择 和承担后果了 明白 好 多谢施老板 你 和 骐